你属龙的是吧? 是的 年轻的时候很活药 谈过好几个男朋友 所以景台展开一下我的婚姻 你的婚姻啊? 不好啊 你脾气坠得不得了啊 你这条龙啊 非是逆行的 逆行 就是说不像跟人家好好的过日子那种感觉 就是你很喜欢 哎呀 星哥比较开朗啦 交朋友啦 你老公听你话的 那么我和我老公之间的感觉 我听不见 反睡音响稍微想一点点 对不起 不是他那个反睡音响 好 那台长我和我老公 我和我先生之间的感情问题 你先生属什么的你告诉我啊 属老虎1974年 你属龙 是 你告诉我能好了 新加坡有个这么有名的万金油 你不知道啊 龙虎牌 听不懂啊 是的 你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还特别好的 而且你最早的时候 你最早的时候 我看见这只老虎最早的时候 就是还没跟你认识之前呢 他有一个女朋友的 后来跟那个女朋友不好了之后 你才插进来了 鼓掌 听懂了吗 你现在跟你老公 两个人呢也是这个感情问题 我现在跟你讲 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老公就是说 你太凶了呀 是的 是的 你管住当天紧了吗 他就找烂外面去 可是如果我没有问他 没有什么 他反而觉得 怎么我 我很奇怪 你要记住啊 人善缘用完了 接下来就开始恶缘来了 明白了吗 你比方说 结婚之前都是善缘 等结了婚之后了 开始恶缘来了 你看为什么 结婚之前都这么好 结了婚之后呢 就开始吵 对不对呀 他就是个缘分问题 会转换 那还可以再修善缘吗 就是说两个人在修是吧 嗯 你天天念姐节奏 天天念姐节奏 请关心菩萨慈悲 我先生某某某和我某某某 那个化解厄缘 每天念 我之前一直在念经 他就会很讨厌很讨厌 我告诉你 你记住我句话 你刚刚开始吃饭 你能胖吗 你刚刚能看病 你会好吗 你念了多少时间呢 你我们人家法师念了多少年了 对不对呀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时间还不够 好好念 明白了吗 你不要太凶 你有时候要让他感觉 我念经了 学佛了 我改变了 那老公感觉到你真的对他很好 你现在让他感觉 学佛是佛 你是你 你学佛 你还是你 佛还是佛 他怎么会相信你啊 那师父我想问一下 我先生身上是否有灵性 你先生身上有灵性 你身上有灵性吗 我身上有灵性 你调过孩子啊 没有啊 鼓掌 听懂了吗 你好好念经啊 这孩子老在你的腰上啊 你的腰很不舒服啊 妇科也不好 你看看年纪不大 你现在关节也不好 关节 而且过去失眠 你别看你头发这么多 掉了很厉害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 那师父想问我需要多少张小黄纸 来化解我身上的灵性 你现在身上的灵性69张 念完之后 希望你做梦做到一个小孩子走掉了 那这个孩子就已经走掉了 好 听得懂吗 这是一个 如果 如果还没做到 你还要继续念27张 跟你老公的冤结每天念 对他好一点 他骂你 你千万不要顶嘴 变了个人一样 你心中想 只要他现在不离开我 我就 就这样 听得懂吗 对你来讲 虽然难一点 但是你要坚持 没有办法呢 你如果 不这样的话 他离开你了 你更难受了 对不对啊 你太厉害了 你以为 你早 我也早 但是你老公 我现在看图腾 比你长得好看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听得懂吗 但是个子没比你高多少 高这么一点点 是的 鼓掌 哈哈哈 现在明白了吗 好明白 好了 谢谢师傅 啊 好好绣啊 好好念经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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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